哇哇哇哇 飞来飞去 美高美海这里面有这种 空中飞翔的鱼 海豚呢 这也很炫的 直接在这儿飞来飞去的 哇,这个看着也挺壮观的 它这个也没有任何悬挂物 还有什么支撑物 在这儿飞来飞去 也算是一个科技很合吧 是吧 跑到这个 这是那个伦敦人那个酒店是吧 对啊,伦敦的 对,它是仿那个 伦敦那个大笨钟了 这是澳门伦敦人的酒店 也是娱乐场一起的 仿制英国大笨钟这儿 这都是了 这也拍 这一笔啊,这一看是吧 建筑都很好可以照观的 晚上这更美 晚上再过来看一下 哦,那边也正在装修着 哦,这个澳门的黑茶海滩 这里 这里 也比较好玩的 澳门传锚 气球玩具 啥子有 有种烧烤店的 往海边走走看看吧 哇,这边烧烤真的是好全量 也是烧烤 到了黑茶海滩之前去,我们跑到那边去了 那边也有一个小小战道,海边战道走 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尽头往那边去了 我记得是这边山上还是,我上去了我们 你这上了沙滩名字叫黑沙黑沙,它沙滩那沙还真是黑的 黑黑的沙滩 游客也不算太多吧,这块也算远离那边 哇,沙子都是黑的哦 沙滩全是黑黑的 但是也不是很长,它就是这样的颜色 起这个名字叫黑沙也挺 对的,还有个小鱼串 人就少了很多了完全 黑沙人 在这边悠的悠的 海边反正也很出片的,它有时候也能 拍到一些好东西吧,它主要是 这个沙滩颜色它比较那个特殊啊 黑的它也熄光 然后营造出来另一种跟其他海不一样的颜色 就很美看起来了 其他没什么 它跟其他那种海,那个蓝海的,然后那种 黄沙滩不一样,黄沙滩黄灿灿的 这个海滩,海滩黑的就不一样了 海滩回来的路上 在这个,路过这个 娱乐区这里 还是挺多人的 景色这都是很美的 这会儿没有太阳了,人更多了 在公交车上有很多人在这 很多人在这 我们这边是 巴黎人跟伦队人这边 尼斯人酒店这里 这也有很多人都在这 傍晚吃饭 先去本来就在这 这是车上面,这是车外面 是澳门公交车 开的也挺远的吧 但是地方不大 转来转去的主要是 这是往这个新区啊 银河娱乐城还是新区 往这个老区走了路上 这里就非常美啊 西洋西下这种感觉 也能看到旅游塔 也能看到这个 波光淋漓的水面 是很美的 等会儿就看到这个旅游塔人 这一块好大空地 可惜也不让过去